大家好 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非常老的漫画 我的听众当中有看过 死亡笔记本跟爆漫王的人一定非常多 但是有看过90年代就不太热门的 幸运超人这部漫画的人 可能就比较少一点 如果有看过幸运超人 而且还有听过他的作者蒲生阳 就是死亡笔记本的原作 大厂东这个传闻的人 可能就更少 看过幸运超人的话 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应该会跟我一样惊讶 因为幸运超人的故事内容实在是非常的愚蠢 充满了很幼稚的搞笑桥段 他的目标年龄层大概是设定给 小学低年级左右的孩子所看的漫画 所以有点难想象像死亡笔记本 这样一个复杂的斗志剧情 跟幸运超人会是同一个作者 因此这一直是一个传闻 并没有完全的被证实 但是就目前已经有的线索来看 总之我是相信 在今天的节目中 就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有哪些证据支持这个论点吧 在这之前先让我花一些时间 跟不知道幸运超人的听众 介绍一下这部非常白痴的搞笑漫画吧 就像前面说的 幸运超人是一个给低年龄小朋友看的搞笑漫画 是由漫画家蒲生阳 Gamo Hiroshi 1993到1997年期间 在周刊少年John上面连载的作品 台湾这篇是由大然出版社代理的 但是大然版的名称不知道为什么 却被翻译成 显弹超人 可能只是外形跟特色片 超人历霸王 也就是显弹超人 有一点点的相似吧 主角 追手内阳机 是全日本最倒霉的国中生 每天过着非常不幸的生活 在第一集的时候 就被外星人的飞碟 因为交通意外 把他压死 就在他灵魂出鞘的时候 遇到了幸运超人 幸运超人借用了他的身体 来到地球上对抗外星人 追手内阳机复活之后 只要吃了吉利果 就可以变身成 全宇宙最幸运的幸运超人 他完全没有任何实力 但总是可以靠着 最强的运气打败敌人 例如本来想跪在地上求饶 却因此躲过敌人的攻击 发出了软明眠 又射歪了的光束 却可以无缘无故 被反射到敌人的弱点等等 其实听起来都是这些很烂的梗 故事的前两三集 几乎都是这样的套路 每一话都有一个 来侵略地球的外星人 但每次都被幸运超人 莫名其妙的运气打败 老实说我一开始看的时候 觉得非常难看 因为前期充满了很难笑的笑点 让我越看越不耐烦 而且作者蒲森阳的画迹 实在是非常的低下 他只有办法用非常简单的线条 来设计角色 整体来说不管是故事还是画面 都有一种很幼稚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 通常我节目中介绍的漫画都是我很喜欢而且有买来收藏的作品 当年一开始我的确不太喜欢这个作品 我的书柜上也的确没有这套幸运超人 但是我表哥买了一套 小时候每年过年或是暑假的时候 我都会跟着家人回老家住一阵子 这种时候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躲在表哥的房间看他的漫画 这套幸运超人最后就在我没有其他漫画可以看的时候慢慢的看完了 先说结论 幸运超人到中后期的部分我渐渐的觉得还蛮有趣的 尤其是在第二部英雄协会篇开始之后 脱离了前面重复使用烂梗的套路 逐渐摸索出一套搞笑手法 我觉得这样的手法是很成功的转型 后来许多受欢迎的漫画也都有使用类似的搞笑元素 这部分我后面再慢慢讨论 总之 幸运超人在我心中从很难笑又一文不值的作品 渐渐的变成了我觉得还算蛮有趣的漫画 虽然还不至于会让我自己想要收藏一套 我这次是为了做这集节目 又跟我表哥借来整套翻了一遍 在多年后重看这部作品 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幸运超人中后期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对他改观 的确我还是觉得前三集很烂 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之后开始渐入佳境 这时期开始了比较王道的雷台赛剧情 并且加入了全宇宙英雄协会这个组织 比一拳超人还早了十几年就有英雄协会跟英雄执照 英雄证书的概念 所以这时候开始有了各种新的超人角色加入 例如巨星超人 努力超人 友情超人 跟胜利超人等等 每个角色都有很鲜明的个性 刚刚提到的努力 友情 胜利 不就是Jump漫画890年代最常看到的三代人数吗 其中的努力超人就是一个非常死脑筋 每天都很努力练习做各种特训的英雄 在他被幸运超人打败之后 他认为幸运超人是故意表面上装作很弱 实际上在背后做了非常多努力的超级英雄 所以才能每次都打败敌人 因此他志愿当幸运超人的徒弟 而没有实力又贪生怕死的幸运超人 也很开心有个实力高强的徒弟能够使唤 就不用自己出手面对敌人 而努力超人的两个哥哥 友情和胜利 也分别有很有趣的白痴设定 胜利超人对胜利非常执着 所以常常使出非常卑鄙的手段 只为了获得胜利 友情超人则是遇到每个人 都要和对方成为好朋友 等到自己有需要的时候 就会打电话要朋友来帮忙 而我觉得最好笑的则是巨星超人 他不是真正的超人 只是一个普通的地球人 他是全日本最爱引人注意的国中生 名字叫做自恋响 因为太想要引人注意了 不想让其他英雄抢了自己的风头 某天他遇到了一个机会 让自己被改造成巨星超人 当然他没有任何的作战能力也不会飞 但他凭着对自恋 想要引人注意的执着 跟着其他的英雄参与了大大小小的战役 最好笑的是 他死缠烂打着英雄协会的会长 终于拿到了一张会长随便收写给他的英雄证书 上面几个角色都有很明确的个性设定 而我前面提到这部漫画《中期之后》的搞笑 就是根据角色的个性 来发展各种无厘头的台词跟桥段 像星云超人贪生怕死的个性 随时都在想要怎么逃跑或是投降 或是像巨星超人没有实力 却总是为了引人注意而吃了很多苦头等等 这样的手法其实蛮老的 但是运用得好就会非常有趣 以海贼王当例子的话 草帽海贼团中的主要角色 也都各自被分配了很适合发挥搞笑的个性 常常可以看到韦田在主要的对话之外 用很零碎的对话框 来加入各种强调角色性格的台词或吐槽 像初期骗人部的《胆小》 想起一次爱美女和纳美爱钱等等的设定 如果单纯只看搞笑漫画的话 《银魂》跟《Kerola君潮》也是这样 各个角色分别设定好有趣的个性 在不同的桥段中 让角色不断地蹦出符合个性 但是胡闹又荒谬的台词 幸运超人在中期就是掌握了这样的手法 翻转了我对他前期重复地用 莫名的幸运打败敌人这种又套路又难笑的印象 除此之外 前面我提到作者蒲生阳的画迹非常糟糕 这样的劣势 反而被作者直接拿来当笑点吐槽 有个帅气的角色天才超人出场的时候 就被其他角色说 这么帅又八头身的画风不适合这部漫画 下一格他直接变回作者简单线条的四头身画风 然后说 因为我是天才 所以可以自动改成适合这部漫画的画风 更有趣的是 第二部的大魔王改革人出现的时候 是穿着非常帅气的盔甲 天才超人马上说 看他整体的设计 作者应该画不出来才对啊 努力超人也吐槽说 你走错漫画了吧 看你这样子应该是神龙之谜里面的人物 改革人则是回答说 因为作者画得太差了 我是请画神龙之谜的稻田老师帮我画 所以我比你们还要帅好几百倍 我想作者已经放弃画迹这回事了 但他反而把这个缺点变成了卖点 故事中有非常多的角色 是当时连载的时候 邀请读者来信投稿所设计出的角色 漫画中有新角色出现的时候 甚至旁边会写出 这个角色是由哪个地区的哪个小朋友所设计 像非常重要的英雄协会会长 就是一个八岁的小朋友设计 然后他的脸 真的是一副蠢蠢的小朋友涂鸦线条 这样的读者投稿活动 看起来非常受欢迎 如果我是小学生 可以看到自己投稿的角色变成漫画内容 一定也会很高兴 这部分我觉得真的是作者或是出版社 非常厉害的企画 把自己的劣势转化成另外一种卖点 让我觉得作者朴森阳 其实是很有企画鬼才的 而且他应该也是个性非常白痴 爱开玩笑的人吧 网络上可以查到一个有趣的趣文就是 有一位会师提到 在多年前曾经当过很多漫画家老师的助手 他说 跟着朴森阳老师工作 是他助手生涯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一周只要工作两天一夜 薪水又给的比其他老师还多 工作期间吃饭还可以报工账 但是唯一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 买东西报工账的时候会觉得很羞耻 原来是朴森阳老师把自己工作室的名称 取名叫做全宇宙英雄协会 所以报工账的时候要告诉店家 收据的抬头时 非常考验实力 看来朴森阳老师跟他的作品风格一样 非常爱恶搞 接下来就来聊一下有哪些证据可以证明 大厂东的真实身份就是幸运超人的作者蒲森阳吧 2003年以死亡笔记本原作者出道的大厂东 真实身份一直很神秘 当时捷音社跟杂志的报道 都是以新人作家的身份介绍他 但是像死亡笔记本这样缜密的剧情 看起来真的很不像是新手的作品 另外像2008年的豹曼王里面 不时拿一些捷音社里面的真实编辑人物出现在作品中 感觉大厂应该是很熟悉捷音社编辑的老鸟 而且业界本来就曾经有同一个原作者 用了七八个不同的笔名 出了很多热门漫画的例子 关于这个传奇人物 我之后应该会在另外做一集跟大家聊 所以大厂东就是蒲生羊的说法 一直都陆续有一些谁是谁爆出了这样的料 然后极音社不承认也不否认的传闻 还有豹曼王男主角真诚最高的叔叔 是一个画迹不好的漫画家 唯一代表作是一个搞笑的英雄漫画 画风也跟蒲生羊相似 被认为是影射蒲生羊和他的代表作幸运超人 这也是大厂和蒲生可能有关联的一个说法 但我觉得这些似乎都还没有办法明确地证明 他们是同一个人 以下三点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有可信度的证据 分享给大家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是 豹曼王单行本第一集的封面 是主角坐在书桌前的画面 地上堆叠的一堆漫画中 最上面的一本就是幸运超人的漫画 当然豹曼王还有很多集数的封面 都有出现过别的漫画 像海贼王、火影、死神 都曾经出现在豹曼王单行本的封面中 但是你想想看 石火海这三套漫画 都是曾经被称作Jump三本著的超级热门的作品 而且他们大红的年代 差不多都是在90年代后期横跨2000年之后 只有幸运超人是90年代初期 而且其实也没有那么热门的作品 那个时期代表性的少年漫画有 七龙珠、又有白叔跟灌篮高手等等吧 所以在2008年的豹曼王中 还会记得幸运超人这样一个 人气不算太高的作品 让他出现在封面中 感觉真的很像是一个彩蛋 第二个线索是 豹曼王中的附录 有出现过很多次大厂和小电剑各自画的分镜稿对照图 其中可以看到大厂的画风跟蒲生阳非常相似 这部分我会把一些对照图放在IG跟脸书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们角色的眼睛和眉毛的部分 真的很像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 另外蒲生阳在2008年的时候 有出版一系列的儿童绘本 这时期蒲生的画风不能说有进步太多 但跟大厂的分镜稿又更相似 这个儿童绘本除了有大厂东在书腰上推荐这个绘本 甚至绘本的内容中还有出现新世界的神 死神陆克、苹果跟笔记本等等死亡笔记本的元素 我相信你们如果有去对照一下这些画面 也会觉得两人的画风非常相似 第三个我觉得目前可信度最高的证据是 蒲生阳的儿子曾经在网络论坛上说出过 蒲生阳就是大厂东这样的发言 2007年在日本知名的网络论坛2CH上面 有人发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 我的父亲是某位漫画家 我会用圈叉回答你们的问题 这是这个论坛常会出现的文章类型 底下的留言就开始像玩海龟汤一样 一直问问题 直到大家猜到是哪位漫画家 终于在第78楼有人问 是不是蒲生阳 发文的人回答了圈 接着在93楼有人问 蒲生阳就是大厂东吗 他也回答了圈 当然网络上的发文很有可能是假的 自己跑出来自称他是蒲生阳的儿子 这样的话不一定能相信 但是在这篇回文中 这个人有提到 蒲生阳即将要推出一本儿童绘本 是以你人画的裤子当作主角 另外也有提到 爸爸正在规划一个 以漫画家为目标的男孩 和以身忧为目标的女孩的故事 这一听就是鲍曼王的剧情嘛 但要注意的是 这篇文章是在2007年发的 蒲生阳在2008年真的出版了这本绘本 而鲍曼王也是在2008年开始连载的 所以他说的线索后来都被证实了 所以我相信他真的是蒲生阳的儿子 网络上现在都还找得到 这篇文章的重点整理 虽然是日文的 但直接用Google翻译翻译整个网页 还是可以看得懂很多人的提问 跟他的回答 还蛮有趣的 以上三点就是我认为 比较有可信度的证据 不知道你们觉得是不是呢 如果是从来没有看过幸运超人的人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来翻译一下 不过我先说 我还是觉得前三集的内容非常非常的烂 如果能撑过去的话 你会发现这部很有年代感的搞笑漫画 还是有它吸引人跟很热血的地方 也还算是值得一看 好 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的话 非常欢迎在你收听的平台上订阅这个节目 也欢迎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 如果方便的话 请在Apple Pocket上给我一个五星好评 也欢迎追踪我的IG跟FB粉丝团 这里是过去少年快报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